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今天很开心啦 又收到厂商这边邀约 所以又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这个线上盲盒 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完之后 其实魔玩自己时不时都会再登入观望啦 看一下官方这边 有没有再更新新款的盲盒系列 也发现官方这边更新的速度 也算是蛮快速的 只要也有推出新的系列 官方这边很快的就会直接上架 当然有一些比较热门的款式 也是非常非常的抢手啦 像是魔玩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雅如幼稚园 后来魔玩想要再去抽几盒的时候 就发现 哇官方这边已经是完全瘦完了 所以在选购的时间上面 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啦 可能一犹豫 哇就错过了这个购买的机会 好啦那回到今天的重点 今天的话 魔玩一样要来带大家看一下官方的部分 看一下官方这边 最近有没有再更新 其他新款的盲盒系列 除此之外 我们当然这个线上抽盒动作 也是少不了的 一定要来看一下 魔玩最近的运气到底好不好 能不能抽到自己很想要的角色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最近有闲也是有推出相关的盲盒优惠活动 真的有兴趣的朋友呢 在影片的后面也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在这边我们唯一需要准备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的手机 只要透过我们的手机 随时随地想要来抽这个线上盲盒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首先大家一定要先来下载 我们这个兵方的应用程式 兵方的app 下载完之后 打开就会看到这样子的页面 当然在下排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购物的选项 稍微把它点下去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这个有闲的页面 那在正中间的地方 一样有一个线上抽盒 线上盲盒 那点下去之后 当然就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线上盲盒的页面 这边魔玩的操作会比较快速一些 详细的教学呢 也要请大家再回去看一下上一次的影片 那在这边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的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盲盒主打啦 是比较热门的一些盲盒的系列 那在下排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最近上架的盲盒 可以看到最近推出的款式呢 诶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可爱的路线 诶这个百变胖虎的系列 魔玩之前有看到诶 之前看到的是这个绘图的样式 没有想到呢 是有做成这样子的盲盒诶 是有把它实体化 看起来的样式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这个的隐藏版呢 竟然是有附赠一个隐藏的兑换卡 那详细呢 其实魔玩也就不太知道啦 是不是可以再拿来兑换其他的东西 但也要抽了之后才知道嘛 魔玩目前呢是有考虑要来抽这个的盲盒 当然在这样子页面呢 一样是可以看到所有的角色 那在另外一边呢 就可以看到你的收集进度 如果已经有购买过的话 那你之前抽到的款式 就会直接出现在这个页面当中 当然魔玩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抽的 如果对于这个系列没有兴趣的话 一样点击左下角的地方 有一个看其他盲盒 点下去之后 就可以直接回到我们这个盲盒的首页 操作上面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容易上手的啦 但我们一样再来看一下 新款推出的还有哪一些款式 竟然连这个青蛙的系列都有耶 我们点开来稍微看一下 这边可以看到 目前摄影的数量其实也算是蛮多的 只要有出现绿色的话 那都是可以来进行选购的 点一下左上角来看一下所有的角色 这个系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啦 是比较类似于这种梗图的样式 这些款式也是蛮特别的 只是魔玩对于这样子的系列 是比较不感兴趣的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款式 哦在往后面魔玩看到一个蛮特别的功夫系列的盲盒耶 这个系列魔玩之前有看到 是很想要直接购入一中盒 因为里面出现的样式呢 真的算是蛮还原的 也是用这种Q版的样式来呈现啦 当然角色的部分 魔玩也就不用多说了 比较可惜的地方是 魔玩自己很想要的角色是在隐藏版的这个样式啦 这边是没有显现出来 可是呢我们把它退回到这个首页的部分 这边所呈现的图片样式 其实就是这个隐藏版的部分啦 魔玩最想要当然就是周星驰的这个款式啦 可是在隐藏版的话 魔玩还是要稍微犹豫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哦后面还有出现这个小王子的系列 哦小王子的系列 做工上面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细致耶 当然它的定价也是比较昂贵一点点啦 单一盒是在400块钱左右 稍微浏览完之后 其实魔玩自己是已经决定了啦 有一个系列是魔玩之前就已经有想要抽的 也因为有看到别人的开箱看到这个系列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没有错啦 就是我们目前销售排行榜第一名的这个甜蜜王国的系列 从这边点下去之后可以看到 其实所有的角色都是用一个甜点的方式来设计的 隐藏版的部分除了有我们的马卡龙之外 另外一个大隐藏呢是我们这个老鼠的造型啦 样式来说其实每一个的设计都是非常非常可爱的 换句话来说啦 其实魔玩抽到每一个角色呢 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要来抽的当然就是这个甜蜜王国的系列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魔玩是有购买了两次的机会啦 那我们就先来抽这个的盲盒样式 来挑一个剩余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好了 哇这个系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抢手耶 目前剩下的其实都是这种一两盒一两盒 哦这个是比较多一点点的啦 大概还剩下半盒左右 那这个是只剩下最后一盒了 那不然我们第一个就先抽这一个好了 一样啦我们想要抽的就把它点下去 这边一样会稍微询问一下 确定要抽这一盒吗 没有错 我们就确定抽盒 哦第一个抽到是派对国王耶 这个造型算是蛮可爱的 OKOK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继续抽盒 接下来的话我们挑这一盒好了 这一盒还剩下半盒左右 那我们就挑最后一个 确定要抽这一盒吗 确定 看一下 哦抽中的是这个慕斯小羊 OK啦造型上面来说虽然是有一点点类似啦 但一样是可以接受的 看起来也是蛮可爱的 那回到我们这个抽盒的页面之后 一样可以点击这个收集进度 来看一下目前所抽到的盲盒系列 点下去之后就可以看到啦 魔玩这边所抽到的啊 刚好是排在旁边啦 目前抽到的就是派对国王 以及这个慕斯小羊 如果你有想要继续抽这个系列的话 一样是可以点击下面的按钮呢 来继续购买这个抽盒的机会 在这边的话 我们一样先回到这个有闲的首页 我们一样回到这个线上盲盒的系列 下面呢其实有另外一个系列 魔玩自己是很想要来抽的 就是这个幽灵熊的样式 幽灵酒店呈现的角色也是很可爱啦 都是以这种幽灵熊的方式来呈现 最主要的色彩方式也是走这种很梦幻的样式 魔玩自己是很想要这个请勿打扰啦 看起来是很可爱的 可是有一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虽然这边是可以购买的 但是回到我们这个购买的页面 可以看到在左下角的地方是有写了一个预购 代表说你线上抽完盲盒之后 一定要等到他这边官方有到货呢 才会把你的货物给寄出去 在等待的时间上面会稍微长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是没有办法等待的话 记得呢在选购上面不要去选到这个预购的款式啦 那在这边呢 魔玩一样是没有办法接受等待的 但是又很想要这个幽灵熊 那要怎么办呢 其实在款式上面呢 我们把它往下滑一点点 可以看到在下方呢 一样是有另外一个幽灵熊的系列 看一下角色的设计啊 可以看到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整体的造型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今天的话魔玩就先选择来抽这个幽灵熊的系列 可以看到这边的剩余数量其实也不算多耶 都只剩下几盒而已 那稍微看一下 我们还是挑选剩余数量比较多的好了 OK那中间这盒跳起来了 那我们就直接选购这一盒吧 确定抽盒来看一下 OK抽到的 哇竟然是这个消融的样式啦 不是魔玩自己很想要的这个幽灵熊 魔玩自己呢还是比较想要这个幽灵熊的样式啦 但也没有关系啦 整体设计起来的造型也算是蛮有特色的 OK啦我们这次也是简单的抽一下 抽个三盒就好 那就等一下官方这边把东西出货之后 魔玩赶快再来跟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开箱 那就等待的这一段期间呢 也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限所推出的一些游会活动啦 从9月15号一直到9月30号 只要在线上充满三个的盲盒 就可以享有宅配免运费的活动 当然官方这边呢在每一周三固定 都会来更新我们这个盲盒的系列 在未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的款式也会更加的丰富 更加的多样化 最后只要透过我们这个冰放的应用程式来进行线上戳合的话 都有机会可以来获得这个宝箱最高的奖励 有机会可以获得3000块的盲盒优惠券 那在影片资讯出的魔玩也会把相关的活动内容呢给贴上去 当然也有魔玩专属的优惠活动啦 有兴趣的朋友呢也是可以稍微观看一下 而魔玩在这边说着说着没有想到我们的包裹就是已经寄到了 寄送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魔玩还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啦 如果你是选择要预购的这个盲盒样式 等待的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点 在选择上面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啦那在这边呢魔玩也就不再多说了 直接来开箱看一下我们这一次开到的这个盲盒的样式 这边的包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耶 每一个盲盒都有个别在使用这个气泡袋来进行保护 当然在你收到这样子的盲盒应该会发现呢 底部的地方应该都是已经有被开封过的 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啦 也因为我们都是用线上抽盒的动作 那官方呢在收到这个实体的盲盒 其实都是全新未拆的 最主要也是要来确认里面的款式 所以才会来进行这个开封的动作 确认过之后在盒子上面也会贴上这个专属的标签 除了名称之外上面也会有一组专属的条码 机中上面当然也就可以大大降低这个出错户的几率 避免说大家好不容易抽到一个自己很想要的角色 结果收到的怎么却是另外一个款式 当然如果你有遇到的话也要赶快来跟官方进行反应 好啦呢这边玩也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就直接来开箱看一下我们这次所抽到的这个盲盒样式 那我们就先从只有一款的这个幽灵小熊来进行开箱 打开之后除了大家熟悉的这个小卡之外 在盒子内部呢竟然还有这个耶 早期的这种日式盲盒当中呢也是蛮常见的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配重块 有一些职业的收藏家其实只要拿这个盒子的重量 大概就可以知道里面所出现的角色会是哪一只 刚刚这边也为了避免这样子的问题啦 所以才会在一些体积比较小一点点比较轻一点点的角色当中呢 去放这样子的配重块去平衡所有的重量 日系的盲盒现在是比较少出现了啦 可是像是这种原创系列的盲盒尺寸大小的差异可能也会到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呢还是需要这样子的配重块来去平衡 当然拉摩安这次所抽到的呢就是我们这一个消融的样式 外层的部分是呈现这种偏向于透明的样式 里面的地方呢其实是还有一个小小的爱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呈现的样式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啦 在这边从底部来看呢是比较清楚一点点的 整体的设计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可是呢摩安自己还是比较想要抽到这个幽灵小熊的式样啦 之后有机会的话摩安一定要再来抽这一个幽灵小熊的系列 希望是可以抽到我们这个小熊的款式 好啦那这边剩下最后的两个我们这个甜蜜王国 摩安就直接来进行开箱 我们直接看一下内部的样式啦 这次的外形设计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整体的还原度来说也是蛮可爱的 实际上的尺寸其实也算是蛮大的 拿在手上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分量 造型上面来说呢 其实摩安比较担心的是我们的慕斯小羊 本体的设计呢 重心的部分也都是在头上这个慕斯的造型 可是呢最主要也是靠我们的双脚来支撑啦 不知道白酒会不会出现软脚的情况 本身涂装的部分其实也算是非常非常的细致 这只的话呢是没有出现太多的一漆 可是在我们的甜派国王呢 其实可以稍微看到 胸前这个地方是稍微有出现一点点的刮漆 涂装的部分一些边边角角呢 也是有出现一点点这种掉漆的情况 可能也因为涂装是比较丰富的啦 所以这些刮漆啊 蹭漆的部分就会比较明显一些 但是魔王个人觉得啦 其实以这样子的造型来说 设计起来已经是非常非常棒了 甜派国王的合组当中呢 其实还有在附赠另外一个小小的 应该算是我们这个甜派的式样 可是诶 魔王稍微试了一下 身上应该是没有这种磁吸式的设计啦 那最主要的功能应该也就是 摆在公仔的旁边而已 魔王就会觉得这个地方是稍微有点点可惜啦 可以设计呢 诶让他拿在手上 其实的样式呢 应该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可爱 好啦 这次我们开到的盲盒系列 老实说这个甜蜜王国呢 诶 魔王个人觉得作用上面来说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当然在造型上面的设计也是很可爱的 在这边 魔王就拍摄一些细节的画面 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那我们就直接进画面啰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线上抽盲盒 以这次的运气来说也算是一半一半啦 中规中绝这种感觉 希望在未来呢 还有机会可以再挑战我们这个隐藏版的公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告一个段落之后 一样会再有不一样的玩具开箱 玩具分享 或者是我们盲盒系列的开箱 我是魔王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